歡迎大家回來第120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追蹤我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我會在專頁繼續作出多些交流 一些資料的補充 還有有時候要更正我講錯的東西 今集想回頭了 繼續我們坐原的系列 今集正式進入坐原的國語片時期 上一輯我們講了他在邵氏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電影 也指出這部電影似乎被忽略了 然後他拍了一兩部電影都不賣座 然後他拍了一部電影在1972年拍的 叫做《外勞》 這部電影其實是相當出名的電影 這部電影不是太賣座 但那個評論當時已經很受到注目 甚至在後來香港的武學片興起的時候 很多外國的影評都重新發掘了這部電影 給了很高的評價給這部電影 我回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的而且確這部電影是名不虛傳的 亦可以說是坐原的很多部的傑作裏面的其中一部 他不單止是拍得很用心 而且真的拍了一些特色 其他沒有的影片你都不會看到的 甚至對他來說也不單是一個很新鮮的嘗試 亦都好像無論是那個故事 類型的一些中間一路一路的轉變 的變化 再加上那個 我們現在所謂的意識的題材 的touch 這所有東西加起來 都幾乎是沒有另外一部作品 是好像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真的要買回他的DVD 一定要重運 那到底那個特色在哪裏呢 當然一般來說 很多人記得這個電影 因為這個電影雖然是一個古裝武俠片 但是它裏面 因為是講同性戀 即是講女同性戀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個是特別 那是不是呢 是的 這件事你沒有辦法否認的 但到底他怎樣寫 類同性戀呢 他是不是就是 因為這件事 是賣籠 還是他怎樣跟故事結合呢 或者他怎樣去呈現這件事 除了同性戀之外 到底這部電影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這就是我覺得 一定要去面對的一件事 亦都希望在今集裏面 和大家分享一下看法 首先我覺得 當然 Lessbinism這件事 在電影是特別的 而且是古裝 因為古裝 中國古裝女同性戀 這件事 為何你可以說 為何外國人會喜歡 這件事 也有原因的 就是那種 異國情調 那種 接近一些軟性色情 那有沒有色情呢 有的 有些裸露的場面 雖然 那兩個女主角 貝蒂和何莉莉 他們有親吻的場面 但是一些都沒有裸露的場面 因為那電影發生在一個妓院裏面 所以那些裸露的情節 就是那些鏡頭 就是屬於其他妓女 但是我覺得他有沒有賣弄的成分 B型一個邵氏的電影 因為邵氏 我也好像說過 邵氏的其中一個 你說他是特色也好 你說他是 衰的地方也好 就是邵氏無論什麼電影都好 他告訴你 他一定都要有色情鏡頭 一定都要有 類型的路空鏡頭 那 是幾乎 我想他很少很少電影才沒有 又或者是一些 例如好像李漢祥早期的 古裝公圍片 但是其實後來 李漢祥也拍了很多色情片 甚至我好像有提過 宋傳秀一個 完全是百分之二百的一個文藝片的導演 一個很優雅的一個 一個很善良的導演 他跟邵氏柏的面具也好 這個祖屬也好 都要加插一些路空的鏡頭 甚至祖屬是未成年的甜柳 當時都要找個替身 跟他露一露空 無論如何 但是我覺得 採員是這個戲 他很巧妙地 而且很合理地 將這些軟性色情的鏡頭 加插進去 你不覺得他賣弄 因為那是劇情的需要 我就覺得 他聰明的地方在這裏 但我覺得除了這些事外 其實第一樣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戲 它的類型 一直在變化 或者你都可以說 好像我很喜歡這件事 是我很喜歡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類型片 第一 商業片大部分都需要是類型片 因為它要迎合觀眾的一些 很固定的一些 或者定型 帶給它們安全感的一些 這樣的形式 這樣的框架 看類型片 比如我去看動作片 只要有動作 因為最基本的就是需要動作 你滿足我這件事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價值 或者消費的理由 另外就是因為類型片 它一直在成為一種類型的時候 它就難免有些情節 有些元素 變成固定了 或者是必具的 觀眾 既然進去要知道這個類型 又遇到一些熟悉的情節 元素 而這些東西又滿足到它這個期望 其實都是一種 所謂的商業的一個秘訣 當然 除了滿足這些基本的要求 一些期望 如果我再有多些 額外的意外 或者額外的樂趣 給觀眾 自然這個就再加分 所以我就覺得 拍類型片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 如果你在類型片裏面 你再玩多些 就一路一路是有些變化 而這個變化 也是觀眾是 不經不覺 他都不知道 又接受了 而這種 將幾種類型片 是combine 為一齊的話 這些 觀影的樂趣就更加大了 所以我覺得 愛勞 又或者譬如我之前所說的 愛子內蘭 就是採源最擅長的 或者不是最擅長的 採源做得最好的兩部電影 那 愛勞在什麼類型的混合呢 一開始 其實 他是一個推理片 一個偵探片 因為開場 看到 岳華飾演的 這個暴頭 可以搜尋 一件兇案 那個死者 就是一個有錢奴 這個搜尋 作為一個 Prologue 是一個很大的開始 但是他就立刻 集中在這個 兇案的一個 疑兇 就是 荷莉莉飾演的 妓女愛勞 身上高 然後他就是 透過 荷莉莉的 flashback 透過愛勞的flashback 就是交代愛勞 怎樣被賣身 下去這個 所謂四季春 這間 大型的妓院 然後 四季春的 女 老闆 一個叫春依的 一個角色 就是貝蒂飾演的 原來他是一個 lesbian 就是他怎樣 看重了愛勞 然後 不單止把愛勞 訓練成為 四季春最搶手的 一個妓女 而且甚至 跟愛勞發生了 一個愛情的關係 而這一大段戲 就是 是一個 menodrama 是一個很奇情 亦都 可以說是一個 因為他有暴力 因為他有打鬥 因為他有色情 這些完全符合了 那時候去看 少氏電影的很多 男性觀眾的一些 期望 一些 慾望 然後 然後 他繼續 調查 回到 prologue 那一場 這是 大概去到 37分鐘 然後 prologue 那場戲 在37分鐘 發生第一件 兇案 以 偵查 整場戲 重新再 replay一次 不過分別 就是 開場 是一個 monochrome 不是黑白 是帶一點 青青綠綠的顏色 為何要帶一點 青青綠綠 因為整場 凶案 發生的時候 就是大雪紛飛 所以我覺得 它是用 monochrome 這個顏色 去表達 那種 冷的感覺 而中間 一堆氣 差不多 發生在室內 特別是 這個 四季春裏 四季春裏 當然是 燈控手錄 當然是 很熱鬧 傾向 粉色 粉的色彩 然後 燈光很明亮 一種 暖的感覺 然後再回去 它的prologue 的時候 再變回 一個 普通的彩色 然後 繼續下去 就是講 愛奴 即是 荷里尼飾演 這個角色 如何決定 從反抗到 順從春衣的 威迫理由 甚至 屈服於 迎合春衣的 同性戀的 渴求 成為 和春衣 是一對戀人 但是 它的目的 其實就是 以退為盡 因為這樣 就透過 得到春衣的信任 也是 因為這樣 春衣就開始 教她武功 然後 她就利用自己的身手 利用自己的計謀 進行 一連串 對 沾污過她 受過屈辱 即是她受過屈辱的 幾個 開始的時候 幾個男人 逐個逐個殺死 中間這段 就變成了 一個報仇的故事 一個女性的 復仇的故事 然後中間 依然是 加插一些 的 打鬥 所以她那個 武俠片 那個類型 她又遵守 因為那個戲裡面 都有幾場 都幾好看的 設計得不錯的 一些 刀劍的 打鬥場面 然後才回到 那個 採訪 和大道的高潮 唯一 你可以說 整件事 這個戲 是完全沒有的 我都覺得 採員的戲比較少 即使在她的文藝片裡 其實她也有 不時 她很喜歡加很多 comic relief 但這個戲 就真的完全沒有任何 comic relief 但我剛才所說的 那些類型 包括 懸疑片 偵探 偵探 懸疑片 武俠片 女性復仇片 文藝片 因為 回到她描寫 這個 春衣和外奴之間的關係 她又是一個 文藝片的格局 甚至拍法 都相當浪漫 去圈掩 這個 浪漫的氣氛 所以 這些混合 形成這個戲 所以 你一邊看她 那個 注意力 一邊被她吸引 那個樂趣 可以說 是 一樣的樂趣 接觸 另外一個樂趣 當然 我少說了 就是一個軟性的色情片 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 甚至也可以說 幾乎是採源 除了愛子樂人之外 就是她那個 商業和她個人的喜好 那件事 甚至是她一些經常出現的主題 是結合得最好看的另外一部電影 或者再進一步的分析 特別是她去處理 就是 透過她的電影的預言去處理 一個 這麼豐富的 包括這麼多元素的電影裡面 她是 是的 真的有多出色 我們留下一節再說 謝謝 謝謝